先唱首歌 好 充一下收視率 好 因为佩琪今天写很想你 像我这个年纪 我大概想到的就是余澄沁 余澄沁的歌叫做 想念你 想念你在每个夜晚 你怎么会选 不是你怎么会选这么难的歌 会不会他唱完歌之后 会献上人数直线 因为我这样唱的原因是 我只怕余澄沁都生气了 小兴余澄沁告 余澄沁都留言了啦 我曾经在直播唱得很好听 结果就没办法抖内 为什么 这是版权的问题 这个故意唱 他在听他的收尾的功能关掉 所以这个我刚刚是故意这样唱 那在场我们应该像小萍 然后没有 别人 就会唱的是金瑞瑶 金瑞瑶 金瑞瑶另外一首叫做好想你 这不一样 那世叶潮也有另外一首 对 我会唱的是那一首 然后又有很想你 我来唱一条讲错美琳的歌好了 好 回来这个 进华城 这个台北地院裁定这个土地接下来不能够做任何的处分 你的名字叫处分 简单说就是不能再买买了 可是这个建路现在地下七层的底已经都打好了 向上的港股已经到五楼 因为我每天每个礼拜都会经过那里 我很关心 现在已经盖到五楼了 那这一个营造厂是日本人滑熊营造 熊谷主的 所以他们接下来盖应该收不到钱 因为银行接下来应该不敢拨款 那他们干嘛盖 所以这个熊谷主接下来有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检讨 可能要停 因为熊谷主的下面 这滑熊营造的下面还有很多的小包 这都是小包 包括在工地外面都喷水的那种小包 就是那个沙石车进出的这些 全部这些工人都是小包 那这些一定会去跟这个营造厂拿钱 营造厂要跟这个顶月开发拿钱 那顶月开发现在如果银行团不给钱了 那银行团为什么不给钱 因为当时我借你钱是因为你有土地可以抵押 那如果这个土地不能抵押 这土地已经不能动了 那你拿这块给我干嘛 就不能抵押 那不然你要 我就停 那接下来这些银行团 包括新冠银行新冠人寿 这些银行团 他们的董事会就开始讨论了 他要做风险管理 就是说 我又继续把钱给你 我会影响我的投资人 影响我的股东 因为我把钱拿给你 我可能拿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拨款就会停 因为他拨款是按照楼层拨的 你起到几楼拨多少 起到几楼拨多少 所以接下来他们可能就会停 可是一停下来 就要赔钱了 因为银行 银行没有钱给顶月 顶月就要赔钱给华雄营造 华雄营造要赔钱给小包的 因为你敢说叫人 整组人来这里去两年 你香港说话停 大家下课回家 那这些工人怎么办 这些订好的混泥土 这些钢铁锅怎么办 这整组下去 接下来的台北市政府就遇到议题 就说那要不要停工 其实这个工地基本上不会再动人 你也要发停工通知而已 华雄营造就没空就继续去 那台北市议会当然要刷存在感 所以他们就会去通过一个决议 叫台北市政府停工 可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各位记得公务员要写任何的东西 一定要有依据 依据台北市议会的决议 这种依据是没有用的 依据法院给了说 法院公来停工 我快点快点来跟他停工 接下来就不会有国陪的问题 因为拿法院的来告诉他 那告诉这个工地说你要停工 一要没空就要国陪 因为是法院公 原本李四川很担心要国陪 对 所以现在就拿到这个令旗了 所以这个礼拜一显然台北市政府 就会去问台北地院说 那有没有停工 那台北地院也付 不是 台北地院都已经裁定了 台北市政府还需要多辞议 不是 台北地院只是说土地不能动 你顶月开玩 如果很好下来 我资产一照 怎样我就是要盖 你银行不接钱你家的事 我就是要盖 那他也是可以继续盖 不是空的 第二个 即使让他盖完了 盖完了谁敢买 也不能买啊 也不能买卖 土地不能动 可是上面的没有讲 上面的可以 因为上面都还没使用执照 所以上面现在还没有产权 上面基本上都不是有一个财产的东西 所以等你盖完了 台北市政府也不敢给使用执照 第二个 给了使用执照 也不能预售啊 因为你现在预售没有人敢买啊 比如说你去买一个三百坪 三百坪 你买那个干嘛 因为这医疗科典的冰冷卫楼 整栋会停的 哇 因为现在就没有人敢动了嘛 那台北市新地标又出现了 对 最大烂卫楼 因为这一个不是只有 金华城 中华工程投入嘛 中石化 大家都有借钱 给这个顶月开发 给这个案子 所以接下来 这很多金钱都是上市公司 星光银行 对 星光人 然后中华工程跟这个 跟这个中石化 中石化也像是公司 对 今天也发声明 对 所以这些公司 这些整个都会钓的 所以台北地医院这一招啊 我想会让这个案情 非常急剧的加速 那台北地医院为什么敢做这个决定 对 因为他一定有看到东西 哎呦 因为台北地医院署的检察官 一定有散东西 台北地医院看 说你看就是这样 所以他才认为 它是什么 不法所得嘛 对 就这个是不法 当然顶月开发说 不法所得 我又不是行为人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这个处罚我 要确定 你们不是行为人 顶月开发背后的老板是谁 要确哦 对啊 顶月开发的老板是谁 因为当然有高冬 可是 这个背后的老板是谁 当然对台北地医院 你看看 你老板就是审信金 如果这个行为人 行为人如果是审信金 那你当然这些公司也是行为人 因为最后得力的是顶月开发 所以这个事情这样看起来 这个案子会有大 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进展 可是 民众党的态度就很重要 民众党现在坚持 阿伯只是土利 阿伯有贪污吗 有吵到金流吗 阿伯只是土利 没有贪污 阿伯土利 没有贪污 阿伯土利 新的slogan 新的slogan 小草不要相信他 这样喊就完蛋了 不要跟着喊 不是 我跟你讲 非常有可能这样喊 你今天要去土城帮忙 再喊一下 只是土利 没有贪污 因为会有人跟着你喊 土利也有罪好不好 你述的就九年了 卡迪诺法学 不一定 所以他们 跟中华民国宪法不敢 他们一直强调 没有查到金流 因为黄国昌一定有接过情报 黄国昌说的都有依据 黄国昌说查不到金流 陷入空转 是胶着嘛 对不对 对 胶着是空转 空转是胶着 好 欢迎仪定有接过情报 说查不到金流 查不到金流 就没有贪污 之外条例 就得四条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黄国昌 每次一讲 然后北显就会 我告诉你 有 然后扣押了 扣押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一个民众党的这些小草们 会不会跟着黄国昌 在那边乱讲 我觉得如果蒋万安 展现他的魄力的话 下周一应该就要有动作 而不是大家等那个 舒培或说其他的台北市议员 一直告诉他说 应该要停工了 你才去做 所以我觉得 如果蒋万安聪明的话 应该就是下周一 赶快有一些动作 但我想要在这边 先吐槽一下王毅传 因为王毅传说 你要唱哪一首 我没有唱歌 我没有唱歌 我们唱不赢他 但我的意思是 王毅传说 小草今天一定会喊什么 阿贝只有徒利 没有贪污 我告诉你错 错 小草今天要喊的是什么 阿贝无罪好不好 是无罪 不是只有徒利 哇 他这个拼很大 对对对 全部都没推翻了 没有了 祭福徒利也不谈无 可是 可是压在土城看守所里面 现在应该都是无罪的人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就是无罪人 这是吗 就是无罪人 对 对啊 好 但我要回过头来讲是说 为什么小草敢这样喊 就是说 你 我先问大家 今天扣押了111亿的土地好了 你觉得北院只有这样动作吗 或北院只有这样动作吗 我告诉你 下礼拜还有其他的 什么 还有更大的料 什么 真的还假的 怎么办 这样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礼拜二 礼拜三 原来你是生喉咙 我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 对所以其实不是 就是说检掉不是只有扣押这个动作 因为昨天扣押这个动作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又有吓大家 怎么突然动作这么大 因为大家之前都没有讨论柯文哲的案子 其实都觉得说 这个进度好像有点慢 好像都没有新的东西 然后每天讲好像都一直一直重复 结果没想到大家不想讨论的时候 突然就丢了一个扣押的案子 没错 然后那我要给大家先看一个东西 就昨天这个扣押新闻出来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媒体写的是这一段话 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一段话 什么本书检查官侦办科信被告 什么等三人 然后等被告共同违法徒利行为 而获得什么融奖什么 百分之不法利益 这个整个念完 有没有觉得很像不是一般的新闻 好像已经判决了 对就有点像是裁定书对吧 他第一时间他的那个新闻的内容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已经查的差不多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一个内容 什么圈叉叉 顶叉叉 什么什么 刻叉叉之类的 像你胆子那么小的 讲那么清楚 表示真的查完了 我觉得 对 而且我们之前在怀疑的时候 就说可能柯文哲图利金华存大概是两百亿 我们大家有没有印象 大家之前讨论都大概都是两百亿 可是他这次不是 新闻稿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一百一十一亿七千零二十三万六千块 算得超精准 六千块都没有给你漏下来 好不好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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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树德因为土利罪判了九年 那除了那个李树德之外 之前美和室的那个台北市的前年开处长 也是因为土利五亿 他也是十年 五亿十年 那一百亿 一百亿是乘几倍 乘以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最高只能判三十年有期徒刑 中韩美国县 出不来了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或是小草也不要开心的太早 所以他只是用土利 那你第一个是你不知道检调上面 手上还有没有东西 他是不是留了一手 他只是故意用一个那个土利 只是金流的部分还没有写给你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的 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啦 现在金华这扣押一百多亿土利的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蒋万安的难题 因为难题其实还有连带的银行 因为连带的银行比较差吧 对啊因为他连带了这么多 那这个东西到底这个钱还要不要继续拨下去 还是说他要抽银根 因为这个攸关于他背后的那些小股东那些利益嘛 所以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做 我觉得银行可能会比那个金黄产品还要创